高显离开西境安护府 朝上京来了 探子来报 他们兵分九路 都蒙着脸 分不清哪个才是高显 殿下莫及 老夫这就派精兵守住九门 任何人都休想进入上京 高显是封疆大吏 为了皇上的诏书 不得私自尽尽 他若敢闯九门 我便以谋逆罪杀了他 为今之计 也只能如此了 有劳中亡 我这就去安排 请 殿下 一个高显而已 不足为据 我是怕如果拦不住 那便只剩一条路了 殿下 当真要如此吗 我们拿铜矿换钱 换养了这么多死士 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 驾 驾 驾 殿下 这是从信使手中 读来的宗卷 废物 滚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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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贤表舅 您终于来了 成爷 这卷宗可是我冒着死罪给你送来的 高家的恩情 成衣莫尺难忘 好 等你当上了太子 记着你说的话 是 还有 后面的路 靠你自己了 保重 多谢表舅 驾 驾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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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打 驾 你们先走 走 五皇子 走 抬头 殿下 殿下 您就耐得住 你耐不住就是最后一步 你希望走最后一步吗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等 是等 但不是等着做砧板上的鱼肉 而是要等待机会 可惜了这一园子的好画 阿渡 你只需要在这十幅画像中 认出哪一个十八图儿 你能够在这一园子 你会站在那里 别脚打起来 所以我们都想要 在这一园子 你的答案 你也不接任 你也不接任 他不接任 这个云子 我说的 你借住 没接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